蒙古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是世界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他一生征战无数,征服的地狱远至东欧黑海海 由于蒙古军队本身人数不多 成吉思汗在攻下城池时为避免分兵同力,常常会采取屠城的手段 但在每一次屠城之前,他总会赦免三类人 这个行为也让蒙古军更加无敌 首先,成吉思汗会赦免工匠 蒙古族是游牧民族,手工业并不发达 这曾给刚刚崛起的成吉思汗带来过很大困扰 因为没有尖甲利刃,没有重刑攻城武界 成吉思汗也望成兴探过 所以他特别重视工匠 但凡图城前都会下令工匠绝不能杀 其次,会留下一部分千军 所谓千军就是在打仗时充当苦力和人肉盾牌的人 成吉思汗会在攻破一座城池时俘虏一部分人 然后驱赶他们去攻打下一座城 这些人既可以帮军队搬运资重 修处防御攻势 还可以在冲锋时挡在蒙古兵前面成为天然的人强 最后,成吉思汗也会故意放走一些人 故意放跑这些人身上肩负着重要使命 他们逃到周围的城池里 会自战而然地散播蒙古军的恐怖行径 让周围城池的官民产生恐慌性力 甚至可以达到不战而下沉的功效 明朝史上有个神人 名叫刘伯温 民间传言 他为了证明自己比诸葛亮强 居然去挖诸葛亮的墓 结果挖出了五个大字 吓得他魂飞魄散 惭愧不已 感兴趣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